的確美國國內的總統大選 開始好像要慢慢進入熱戰的時候 拜登總統之前公開的宣布 要進行拜習會 好像已經是上個月的事情 為什麼時時沒有下文 是習近平冷看 在拜登希望經濟自爆的時候 找什麼條件再回來談 美中關係到底 是直接要對抗到破裂 還是有機會重新回穩 接觸來把這個失敗模式 扭轉回來嗎 Wall Street的報導是說 美國186家的銀行 現在存在著 細銀一樣的爆雷的風險 雖然在一些政府政策的加持底下 尤其是資金各方面的介入 讓股市在美股 似乎漲回來信心回來了 拜登也是信心滿滿的 不斷告訴大家說很安全 但是現在面臨可能相似風險的銀行 還有186家 美國的一些媒體甚至也在批評 直接是對沖基金的巨額 艾克曼說的 其實這個是有葉倫 在說謊操控市場的 問題在當中 他直接說 10億住9千億去救美國的銀行 是會造成失控的 因為這只是暫時的假象 讓股市好像回來信心回籠了 後面的更大的問題漏洞 卻沒有辦法解決186家的銀行 連環報違約風險 才是蔓延整個銀行的最大災難 那麼到底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債券大蕭條會即將發生 這個是大衰退的作者 他也公開跳出來喊話 他說葉倫現在跟投資人的保證 都是謊言痛疲 他說聯準會擅離職守的危險訊號是 債券將會大蕭條 而內線交易洗錢 最終美國的金融體系就要崩潰 那麼美國的銀行系統崩潰會怎麼樣 華爾街之朗公開的表示 會陷入假裝他是銀行 非犯罪企業的謊言 什麼意思就是說 他好像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只不過是單一的事件 但事實上卻已經在大幅的擴大當中了 所以葉倫當然很努力的 想要解決這些 不管美債 或者是現在銀行的問題 介入了所有的程序 包括連巴菲特也請回來了 2018年在金融問題的時候 巴菲特也曾經出手 這一次他也被發現 頻頻的出現在 跟拜登官員接觸的這個行列裡頭 那麼上一次 2011的美銀股票的時候 也四次在虧損 股神去幫忙投給錢拿 拿錢去幫忙補動 這一次是不是也有這種措施 即將要用巴菲特的口袋裡 拿錢出來幫助國家嗎 現在卻產生的是叫做 全球要避險 這個風險有多麼的大 金價大漲就知道了 畢竟2000美元 大家把投資的錢 都拿去買金比較安全 而美國是不是說要賴帳 美債這件事情 現在數字來看看 國債中 這個時鐘倒數 大家說這個可能會造成最大的危險 跟崩壞的時鐘 這個國債中 現在已經過去還有31624 這樣的 等於是台幣968兆台幣 現在已經破了31.4兆 美元的債務上限 才短短的時間之內 就一兩個禮拜之間 就已經漲了這麼多 對於美國來講 到底美債問題有沒有得解 現在還有的看 瑞銀當中第二個發生的時候 好像一度就覺得好像解決了嗎 因為瑞士的央行直接出手 用資金來加以融資 確保瑞銀不會再往下更崩壞 但是現在瑞銀要求瑞士政府要 468億的議員的擔保 才考慮來收購瑞銀 整體解決這個問題 雖然要裁萬人 但少可以解決 但瑞士官員這個時間點跑去哪裡 不是去跟美國溝通跟協商 跑去中國為什麼 這是中國媒體的報導是說 見了華春瑩 雙方見面之後 瑞士外長的外交部司長 雙方見面談的是要找 找中國來一起幫忙嗎 因為現在西方金融界是瑟瑟發抖 出面幫忙的事情 除了有沒有資金 美債上面協調不知道 但是是不是也外界推測 有沒有要勸沙國 不要插刀瑞士什麼意思 因為銀行吸引 同樣也是有主權基金 沙烏地阿拉伯 在裡頭很大的 瑞士銀行裡頭的資金比例 所以歐元區的高級官員都很擔心 這一次美國金融風暴 會拖累到 其他的國際市場 所以甚至有很多的 這個Financial的相關報導 外媒都認為 這一次展現出來美國的態度 是徹頭徹尾的無能嗎 而美元正在破壞 破壞全球的金融監管秩序嗎 就是美國現在 所採取的這些措施 是不是真的能夠解決問題 還是造成更大的漏洞 很多專家都在看 三大因素會推動 中國科技操感美國 這個時間點 在美國金融秩序 很緊張的時候 美在出問題的時候 中國科技要操感 美國有可能嗎 根據美容頂資訊公司的分析 他說這幾年 全美的全球競爭力 會影響規模高達1兆美元 而經濟學人更直接說 因為中國的貨幣相對穩定 使得全球將會朝向 更佔有力越來越高的方向去發展 所以國際貿易會越來越多使用人民幣 中國2023的經濟速度增速 將會多達美國的九倍之多 所以中美的對抗跟對峙 我是對侃 但是現在在金融上面 要合作選擇對話 還是要選擇繼續對抗下去 這個是重傷的 會不會反而是美國呢 經濟學人講說 這個大陸今年的經濟成長率 會高於美國九倍 這可能性是存在的 因為本來美國經濟就不太看好 只有1點多的一個經濟成長率 但是現在再加上這些 所謂的債務危機的話 就可能會變成0點幾 0點幾跟預低的 大陸的所謂5點多 剛好就是九倍 所以這個可能性是存在的 至於美國專家講說 大陸科技超越美國三大因素 這個是長久以來就是一直存在 第一個因素什麼 就是治安 美國的治安已經亂七八糟 投了大量的資金 到什麼非法移民 毒品 還有訴訟費用 美國的司法訴訟 是全世界最好賺的行業 可是最沒有生產力的行業 再來第二個因素是什麼 是政治體制 因為大陸在決定 要做什麼建設的話 建籍履籍 可是美國討論一個 要不要蓋高鐵 討論了20年 現在1公分都沒蓋出來 所以難怪會被人家去修理 再來第三個因素 就是美國的教育制度 我這個是真的感覺到沒有錯 因為當時我在念哈佛大學的時候 正如他講 三分之一靠成績 三分之一靠家事 另外三分之一靠你的什麼膚色 你的性別 還有你什麼同性戀的特質 這樣就平權因素來分的 大陸不管三七二 就全部看成績 也不看家事 所以就造成了說 真的科技人才 真的好的大學 都是這種好的學生在念 但美國就有這個問題 像我在念哈佛大學就問說 你是菜丸子還是肉丸子 肉丸子是家事很好 菜丸子成績很好 回過頭來 談美國的債務危機 有186家銀行有爆雷的風險 但是都不是規模很大的銀行 所以大家不用把它覺得太擔心 原因在什麼 因為2008年後 美國採取一級管制的銀行 只講多少 只講1000億美元以上的一個銀行 受到一級管制非常嚴格 所以不會出什麼事 可是後來有美國的國會議員 把1000億的一個資產的銀行 提高到2500億以上 才要受到一級管制 所以四股銀行沒有在管制裡面 所以沒有在管制裡面 才會出問題 那是186家 在4500家的美國銀行裡面 基本上美國政府有辦法吸收 至於有些什麼 對沖基金 做空的記者 還有華爾街之郎批評愛倫 沒有錯 因為這一波債券 他們都賠了錢 他們不罵愛倫 那才怪 愛倫我看來看去 是當今白宮官員裡面 最有能幹 最有能力的一個 最佳專業的一個 所謂的財經官員 這些批評他的人 聽聽就好 但是3月16號 巴菲特的家鄉 他是一個歐馬哈很小的地方 但是是他的營業總部 有20架私人飛機 飛到他的總部裡面去 都是銀行巨頭 都求救的 因為巴菲特的所謂波克夏 海瑟威這家公司很奇特 他幾乎沒有負債 手上都是資產跟現金 所以在2008年 救了花旗銀行 救了所羅門兄弟公司 救了高盛 救了很多公司 這種關鍵時刻 難怪他會發大財 就是主階層 對 所以不要去意外 但是美國的債務上限已經超過了 因為是負利期的關係 所以超過了 可是有個問題 他說未來如果真的付不出來的話 已經到期的債券 大陸所持有 要排在後面 其實要排在後面 可能是包括大陸的 沙烏地阿拉伯的 這個所謂的日本的央行的 他當然會先救什麼 救美國一些有擠兌壓力的銀行 一定會先處理這個 這個其實在國際上是常見的事 所以我很早就在去年 不但跟大陸呼籲 你是見證人 對 趕快賣 趕快賣 到現在還慢那麼一點點 實在是大陸這種反應 太慢了一點 最起碼你不要像華爾街市長一樣 這種炒作美國的債券 但是你眼看了 美國通貨膨脹來了 俄烏戰爭來了 利息一定上漲 不管誰當美國的聯準會主席 一定上漲 所以這個時候很多人在罵美國 聯準會表示他投機賠了錢 不用太聽他的 通貨膨脹不解決 美國的經濟沒有幫他恢復正常 通貨膨脹要解決 不管你採取什麼措施 兩道措施要做 一個是大陸正在幫你忙 俄烏戰爭要停 俄烏戰爭停的話 美國通貨膨脹就會趨緩 第二個 就是聯準會的升息 要升到一定的規模 這兩個缺一不可 所以等於現在大陸在幫美國 解決通貨膨脹的問題 全世界沒有比這個更搞笑的事情 不過當然委員相對樂觀 認為並不會像這些其他人 華爾街之狼等等的講的 其實這個美國的金融風暴 又要2018年再重演一次 但因為現在股市暫時已經回穩 股價也回來了 表示一二人的措施 是相對有用的 但後面還有很多衛包彈 這是其他投資人擔心的 您觀察又是如何 對 我們看拜登基 這幾天出來是信心喊話 他說這不會造成系統性的危機 而且政府已經積極做處理 第二個他為了要平息社會上 一些怒火跟民眾的不滿 他說這些人該負責的要究責 一個都逃不掉 壞人 對 不管是追回你們的薪水 罰款還有禁止你們這些高層 再到其他銀行做服務 這個是要滿足社會大眾的一個不滿 跟要一些 這種批刊的一些宣洩 這很重要 美債也是 剛才也提到很多 我覺得現在對美國來說 我覺得真正重重之重 還是應該把內政的議題 跟這些挑戰把它處理好 但我觀察拜登政府 上任到現在兩年多 他的重心 雖然表面上看還有三部曲 就是第一個是顧本 強本 第二個是海外的結盟 第三是競爭 但我覺得他後面做得比較多 在前面這些議題的處理 內政 包括很多地方要 激起直追 基礎建設 還有投資 還有你科技的優勢 這方面我覺得做得比較不夠 目前看起來就會說 所以大家會把重心 放在美中的戰略競爭 好像拜登政府的 你所有的政策 都環繞在美中的競爭裡面 但我們從最近一陣子可以看出來 我覺得對外界而言 拜登的政策 會有一些比較矛盾的訊號 聽起來到底你要追求 是怎麼樣的一個美中關係 跟美中政策 跟美中的互動 因為一開始你的基調非常高 就是說要站在有力的地位 跟大陸打交道 大陸會認為說 你是上對下來對待我 那到後半年 去年的後半年 他要做一些調整 意思是說 我現在只講求競爭 我不要變成衝突 而且我要設立防護欄 然後我很多次都跟你說 我是不尋求跟你冷戰 也不尋求衝突 我也不會尋求去打壓 你大陸的崛起 但另外一方面 我會看到說 大陸在做很多的科技封鎖 科技保護主義 所有的措施 都是直對著北京而來 所以這次非常特別 去年好不容易去年七月份 有拜習第五次對話 最後鋪陳出十一月份的 拜習實體的見面 然後本來說今年二月 布林也要去大陸 為什麼會因為一個氣球事件 就整個都沒有 現在再重回來說 我要尋求跟習近平的對話 我覺得不是一切都回到原點了嗎 這代表什麼 代表美國的內部政治很重要 就是代表目前拜登執政的基礎 是很脆弱的 而且美中的這種基礎的氛圍 是沒有互信的 所以它很容易被 國內的輿論突發性的 或是一些國會強硬派議員的意見 被牽著鼻子走 這個大的狀況沒有解決的話 我覺得對未來下面的 兩年的美中關係 基本上能夠維持平盤就不錯 能夠進一步大幅度的改革 我基本上不抱持太多的一些信心 這是美國內部的氛圍 還有拜登政府的一個執政的 他領導的一個風格 跟他的一個特殊點 的確在反中的民粹的風氣底下 拜登現在要去大陸訪問 是訪不訪得成 當然大陸的態度也很重要 但因為國內有一些民粹的反應 他能拿出什麼跟對方談 也會形成雙方 能不能友善溝通的可能性 將軍 對 美國他說 186家金融地雷 它不是系統性的危機 但是我認為它有些結構性的問題 沒辦法解決 他最起碼有五個結構性問題 沒辦法解決 我覺得第一個比如說美國 美債太高了 美債有32兆 美國的全年總生產也只有24兆美元 他現在32兆 這些美債 他要去付得利息 造成他非常沉重的 他可能吃掉他一些經濟成長 這個包袱非常嚴重 美債最重要他鈔票印太多了 你鈔票印得多 你美債就高 你一直買東西 第二個事情我認為它貿易赤字太重 美國貿易赤字每年唱新高 從1970年開始 1970年以前 美國都是出鈔 賣得多 但是從1970以後都入鈔了 到去年的 美國的這個貿易赤字 1兆多 1兆 1800億 就是1萬個 1萬1800億美元 他這個入鈔太多了 買了那麼多東西 這裡面就有3829兆 不是 3829億是中國大陸賺去了 中國大陸一直在對美國出鈔 美國入鈔那麼嚴重 他一直在買那麼多東西 你入鈔那麼嚴重 換句話說美國的製造業出了問題 你一直在買東西了 你變成這個狀況 所以我認為這是第二大問題 第三個大問題我認為通貨膨脹 美國在2022年的通貨膨脹是6.4 去年我們台灣的通貨膨脹是2 百分之2.9 我們就認為受不了 雞蛋都買不到了 但美國是6.4 是台灣的兩倍還要多 你看換句話說美國物價 是造成美國非常沉重的 你所有的成長 你被通貨膨脹吃掉了 你不能這樣 那你就通貨緊縮 通貨緊縮大家都不投資 不投資會造成這個 我們叫做遲滯 發展遲滯 你這個問題沒辦法解決 我認為這是第三個 第四個我認為美國的 國防預算是稍微高了 美國的今年 美國快進年度是每一年的3月1號 到隔年的2月28號 我們是元旦開始到12月30號 是我們快進年度 美國是3月1號開始 美國的今年的快進年度 現在3月 它是8420億美元 造成 為什麼加那麼多錢 因為美軍要加響 美國今年的加薪水 5.2% 這樣子 它變成 你國防預算會造成排擠 會吃掉其他 而且是到達美國總生產的3.7 這樣子非常的沉重 你這個國防預算太大了 也吃掉了國家的經濟的發展 所以等等這些 我認為都是造成美國 這個結構性的問題 最後一個我認為美國製造業 美國製造業在1970年代的時候 美國製造業佔全球的40% 全球40%的東西美國生產的 到現在為止到去年2022年 美國的製造業只佔了17% 17.4 中國大陸佔全國 在全世界的製造業29% 中國大陸超過美國了 換句話說 美國的製造業一直在衰退當中 當然他現在從2022年說 我的製造業要回來 你這些做汽車 做什麼的 都要做這些家電產品 都要加碼 都要加油 但是不是一石兩顆能夠解決 所以我認為這五大的結構性問題 對美國來說 他在經濟上想要去翻身 他還要花一段功夫